这整桶不好吗? 这个是199铁桶装 这样就行 或者这个呢? 5星 不是一样,这个又5星,这个又5星 不过这个是铁桶 哇,多厉害! 这只蝦多大,比我的手掌更长 对了,哇! 哈啰,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大年初二 大年初二在我们讲中国人 传统里面,通常都是要回娘家的 在过年之前,我曾经在康带买了不少的干货海味 今天我们就过来吉之岛 金沙洲的吉之岛 过来这里再买米、油、各种的 通常我外父他们会晚上聚餐 和所有宿泊兄弟在餐厅里聚餐 因为他们住在比较近金沙洲 所以我们就选择他们来金沙洲 而今天金沙洲这里是比较没有往事那么热闹 但是都算多了 我们先进去看看 老婆已经进去里面选择东西了 我们先进去看看米油 米油在前面 首先通常我们会选择一些花生油 花生油通常最好的牌子是会选择老花的 当然老花都有几个品种 因为家伙老人家说炒菜当然是花生油才香 这种如果不喜欢花生油 其实选择这个牌子会好些 我们通常都可以 我们选择这个牌子 都是选择最大的一款 和5S这个 170元 过年当然是贵的 如果小贯一点的 这个是卖85元9毫 这个是2.5公升装的 这整桶不好吗 这个是199铁桶装 或者这个呢 5升 不是一鬼样 这个也是5升 这个也是5升 这个是5.5升 107元 180元 只有一个铁桶装 那就就是这个 选择个日期更好些 不知道大家看到 这个是12月2日 这个是9月 这个是9月 这个是1月17 这个新 好吗 那我们就拿这一枝 哇 够重了 来吧 五常大米 都是买回泰国米 这个 这个 又或者这个 仙头的价钱好像贵一点 但是那个是好东西 虽然同为5公斤 但是这个就是越南米 至于这个 刚才也给大家看过 100元5公斤 是泰国米 这个反而是最贵的 109元 9毫 即101元 5公斤 这个比较贵 这个比较贵 至于刚才那只泰国米 其实还有这个 99元 也是泰国米 但是当然 它不是在这里种 只不过是回来这里包装 我们决定了 选择这一只 看看哪个日期更好些 而且尽量这些 有吸气 没有散的 3月 3月 哇 舊一点 看看后面那些 哎呀 3月 全部都是3月 不行 放进去 我们选择第二个 这样就 我们又发现了一包米 这包大包的只贵10元 这么大把 多一倍 而且价钱 重量更多一倍 我们就决定重新要那些款 这个是吗 就这个 哇 够重 米油 我们就买完了 接下来 我们想买一些水果 例如苹果 如苹果 寓意平平安安 好 买苹果 这些苹果挺漂亮 你看 对吧 这个叫做 大莫飘香 哦 原来是新疆苹果 9.9 一斤 一斤即是500克 35元2号 6个 不过这些漂亮的 是贵一点的 好 好 我们买完食物 买完单 今天上班的人比较少 所以买单比较久 为什么我们会 新年流流 来到吉之岛 吃这些快餐 其实是有原因的 好像那些 麦当劳 又或者 肯德基那些快餐店 其实到过年的时候 反而可能会更旺 因为 一些比较小的店铺 他们可能 要给三倍 甚至四倍工资 那些员工 其实他们会选择不开门 是的 或者来货又没有那么新鲜 他们都会选择不开门 但是这些年锁式的品牌 就不同了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只要没有其他大事情 都是会开门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到过年 会选择一些店铺 来吃东西 说一下我选择了些什么 我选择了些什么 这些饭 有极少量叉烧 一定是一只鸡翼 一只煎蛋 15元8毫 我们一起选择了一个 壽司拼盘 这个壽司拼盘 是32元9毫 然后 还有 这个就是 16.8的 这个 我很喜欢吃这个 好了 开餐 我们今晚再说 Hello 各位观众 现在到了下午的 差不多四点钟 今天我们是回到 老婆外家吃饭 因为这里是比较接近 海堡湾海鲜市场 其实就是在花卫市场旁边 我们今晚会去海堡湾上的 河香居吃饭 现在就跟着 外府大人过去买海鲜 就是这里了 哇 好新鲜 好热 今天我们来到 德记海鲜 在海鲜市场 一天到来 就很容易见到 德哥这里最老实 最公道的价格 有高的 哇 螺丝蝦 螺丝蝦 螺丝蝦好吃 螺丝蝦没有高 有高 十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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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围台 我问你 我问大佬 这里海鲜当 真的很热闹 又有鲍鱼 又有鲍鲍鱼 又有鲍鲍鲍鲍鲍鲍鲍鱼 这个鲍鲍鲍鱼更大 上面还有龙虾仔 这只不算小鲍鲍鱼 这只不算小鲍鱼 如果未来过或者不清楚 这里的观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它有点像我们上次去十四涌海鲜市场 你在这些鲍鲍鲍鱼 买了海鲜 土价还价 说好多少钱 然后你就去前边 这些餐厅加工 和上次去十四涌一样 都是给加工费就可以了 当然了 因为始终今天是大年初二来的 有很多店铁鲍鱼 它是没有开门 其实过来之后 都是比我想象中觉得热闹 起码现在我眼见都有 起码二、三十家 是正在开门的 多谢多谢 这些鲍鱼 多大 上了手这么长 多厉害 这只鲍鱼多大 比我的手掌更长 哇 我们买了两大袋虾 这里是 全部都是九折虾 足足十斤 哇 今晚有时间吃了 油斑 油斑 够好漂亮 哇 多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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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裏 除了我们刚才买的海鱼之外 原来还有龙虾 我们看看龙虾有多生满 不过今天我们就不吃龙虾了 因为已经买了九折虾了 那只叫青龙 这只叫青龙 左边这个就是青龙 哦 对哦 那就是波龙虾 那就是波士顿 捉了大龙虾 哇 多生满 多生满 这个是什么龙虾 大青龙 大青龙 对了 哦 哦 好 那外府和他的弟弟 外府的弟弟 就买完海鲜 今晚的大围餐 总共用了1400出头 老板就说不要吃不要吃 一三八百 我眼见有十斤的虾 十几斤的鱼 不得知了 今晚就好吃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走一下海鲜市场 走到这里前面还有大杂蟹 虽然你过了最美最美的季节 八元一只 八元一只 大蟹 嗯 上次有观众还说过有没有吃过这种 龙虾没有了 哦 哦 不是时候啊 什么时候吃龙虾 哦 哦 哦 这里卖虾 这里叫做灵技水产 哦 看看这些漂亮 这个是螺丝虾 哇 多大一只螺丝虾 大家对比一下 我的手板 我不拿别人的东西出来了 对不对 都有我的手板那么长 老板娘请问这些什么价钱 但我不买的 75元一斤 有高啊 差点忘记和大家说 来这里海鲜城的交通路线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其实算是佛山来的 但它来广州只是一步之遥 走前几步就已经是广州来的了 如果用加东风具的话 坐地铁5号市 教口客用站 总站下车 步行过来 15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 实际的距离 在我的右手边 就是花位市场 差不多来到餐厅了 这个钟数是4点半 是的 今晚我们吃早直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什么叫早直 因为通常他们餐饮料 都会做两轮的 我们早前是5点半 吃到7点半 上菜了 就是这个虾 就是刚才买的大虾 那我吃完虾 各位观众 我会约见你 下集见 拜拜